据环球网11月26日报道 美国新闻周刊25日称 大选失败后 唐纳德·特朗普正失去成千上万名推特粉丝 新闻周刊表示 本周特朗普的推特粉丝每天都在流失 而自11月22日以来 已有46000多名推特用户取关特朗普 报道说 现在看来 他8800多万推特粉丝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经受够了 因为他的粉丝数已经连续4天下降了 根据跟踪社交媒体统计和分析的美国网站 社会前瞻Social Blade数据 11月24日 特朗普推特账号粉丝数减少了12476人 11月23日减少5979人 11月22日减少19164人 新闻周刊称 在被对手拜登击败后 特朗普在白宫的日子已为时不多 但他仍继续在推特上传播有关大选的错误信息 而这些信息也引发人们猜测 在特朗普离任后 其推特账号也会迅速受限 关注特朗普推特的同时 新闻周刊还拿拜登的账号做起了对比 相比之下 尽管拜登的1980万粉丝数量 仍远远落后于特朗普 但拜登推特粉丝数量增长 似乎正在加速 据社会前瞻数据 网新闻周刊发布这则报道的当天 即当地时间25日 拜登的推特账户已收获超13万新粉丝关注 目前 特朗普推特账号粉丝数量为8886.2万 拜登推特账号粉丝数量为1992.2万 安德鲁拉扎尔创建了名为曲官总统 Unfollow the press的推特账号 以此为基础 发起一项呼吁民众取消关注特朗普的社交媒体运动 并会记录每天有多少特朗普粉丝脱粉 拉扎尔在账号简介中写道 既然推特官方还不禁掉特朗普的账号 那我们所有人可以取关他 该账号已获得1.5万人关注 拉扎尔告诉新闻周刊 到明年1月 特朗普将不再与我们的全国性话题有关 然而 他的推特账号仍然给了他巨大的舆论影响力 而他在利用这种影响力继续分裂我们的国家 包括向其追随者散布有关选举欺诈的虚假信息 这是十分危险的 对于发起这项运动的目的 他解释道 对于特朗普一些违规的内容 推特只是在贴一些毫无意义的标签 我想说 作为推特社区一份子 我们有能力和义务把特朗普的影响力降低 我们也应该这么做 此外 观察者网报道说 尽管特朗普目前仍不承认败选 但推特官方已经开始着手处理其推特账号 11月20日 美国新闻网站政客从推特官方处证实 明年1月20日 拜登正式宣誓就职后 不管特朗普承认与否 推特都将把用户名为POTUS的 美国总统官方账号直接移交给拜登 鉴于特朗普平时一直使用他自己的个人账号 这一变化倒不会影响他发推 但政客网站指出 这同时也意味着特朗普的账号将不再享有总统特权 发言必须乖乖遵守用户纪律了 未经许可不得了